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制时间是礼拜一下午的3点26分 继续涨304点 今天最多涨了428点 外资今天继续加码 上礼拜五外资买了250几亿 今天外资又买190亿 连续两天外资已经开始回补持股了 所以说外资每次都是追高杀低 行情在跌的时候拼命卖股票 就全部都杀在低档 涨了2200点上来之后 外资这两天开始在追股票了 今天外资买了191亿 外资其实做法也是很单纯的啦 就是追高杀低而已 而且方向还经常看错 台北股市这一次15天跌了4754点 短短5天时间 又涨了2235点 15天跌4700 三分之一的时间 就把跌幅一半给吃回来了 很强的行情啊 我经常跟大家讲 危机入市才有超额利润 上礼拜一跌1800点 礼拜二直接大逆转 你没有下去逢低减便宜 讲都很简单 实际敢下去做的 少之又少 不容易啊 你看上个礼拜融资 上礼拜融资大减了439亿 五天涨2200点 五天在什么时候 就上个礼拜嘛 对不对 韩今天 上礼拜一的大跌 紧接着连涨五天 结果这五天下来 融资大减了400多亿 所以说投资人敢低接吗 不可能的是啊 融资大减 一路杀股票都来不及了 那是不是很可惜 急跌又急涨 急跌又急涨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每天看我节目 我的分析已经是够直接了 没有模拟两可 完全都是事先预告 让你事后去印证 零和验的看法 在一个半月前 我就跟大家预告了嘛 对不对 在一个半月前 我就跟大家预告了 60天到了之后 会有一波修正 是不是跟我预告的一模一样 第58天建高点 60天开始下跌 完全一模一样 跌到大跌1800点的时候 全市场全面看坏 跌1800点那一天 谁敢看好的 除了领头院以外 其他都还是保守看空 只有领头院直接告诉你 跌到第15天了 关键转折来了 今年以来 台股都走15天的涨跌周期 这一次15天 跌掉了60天的涨幅 太假透了 马上就要反转了 讲完之后 5天的时间 涨了2300点上来 高的时候叫你赶快卖 在高的时候 告诉你 涨高的赶快卖 不要再去追高 你买底部就没关系嘛 虽然跟着一起跌 可是一回升 马上就回来了 对不对 忍一下就过去了 马上你就赚钱了 这种行情不见得是坏事 长痛不如短痛 你像111年 一月跌到10月 越走越低 越走越低 肋骨轮流跌轮流跌 跌到大家完全 上市信心 逐步的在离场 那才叫麻烦嘛 是不是 这一次 短短15天 一次打回原型 重新洗牌 重新开始 忍过去 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你看马上大涨 两千两百点上来了 所以这不是坏事 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大跌 没有经过这样的急跌 那你怎么可能会捡到便宜 是不是 台积电1080 打到剩800多块钱给你捡 就看你敢买不敢买而已 对不对 所以大跌不是坏事 你稍有机会捡便宜 重点是你看得懂看不懂 重点是你看得懂看不懂 上个礼拜五 美国股市 波动不大 道琼涨51点 纳达克涨0.52% 飞行报告体跌0.43% 波动不大原因在哪里 因为在等经济数据 这礼拜二 7月的PPI 生产者的物价指数 礼拜三 CPI 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这两个数字很重要 将会关系着 9月美国联准会 降息的动作有多大 如果这一次 两个数字 能够再压更低的话 那么联准会 放宽手来降两码的动作 机会就很大 那如果还是维持在3%多 你要加他一次降两码 他可能降不下手 可能就只有一码而已 所以这两天在等 经济数据 股市平盘 可以理解 可是这两个数据之后 就开始预估着 下个月的降息动作 所以特别注意 好 台北股市 上个礼拜五 几乎营收都发布完毕了 当营收发布完毕之后 利用7月份的营收 赶快去找好的机会 好的投资标的 股价跌很深的 业绩特别好的 我上海外跟大家讲过嘛 路遥芝麻利 一天kilo没代表什么 要有办法长长久久 才重要 一两天不涨又如何 对不对 航行本来就是一个趋势 所以不要随着盘面的强弱式起伏 你要看得更远 看得更深入 更透彻 赶快去找 领先下跌四到六个月 股价已经修正很低了 如果业绩又有更好的成绩 那种股票就是让你接下来 领先下跌 领先回档 领先足底 领先上来 领先形成一个大多头 要找这种 那你接下来30% 50%的利润 你就有机会再赚到 所以不要局限于 短线一两天 个股的强弱势 那个见数不见零 不见得能够让你有 赚大钱的条件 上个礼拜几乎九成的 七月营收都发布完毕了 在七月营收里面 金融股全部都发布了 现在金融股它的财务报告 是最透明的 每个月都要公布EPS 不是营收而已 连获利都要公布 只有金融股 所以金融股其实已经越来越透明之后 反而是更好做的 这次七月份的营收里面 金融股业绩又更好 你看富邦金 前七个月已经八块钱了 后面还五个月呢 后面还五个月啊 所以富邦金今年每股获利 一个股本跑不掉了 搞不好 十二块钱都有 或许十二块钱都有 那股价间八十几块钱而已 很便宜啊 国泰金 前七个月也六块钱了 后面还五个月呢 所以今年八块钱以上绝对有 强的话 或许十块钱也有机会 就看他们股票操作 的一个灵活度 跟获利性 那加上美国公债也上来了 所以明年 这些有保险的公司 不可忽略 那另外还有两个比较亮点的 星光金跟开发金 星光金前七个月 EPS一块半 那后面还五个月 所以星光金今年每股获利 赚两块钱几乎是底定啊 原本最后段班的 一运亏损的 现在已经挤到第六名了 开发金也挤到第七名了 开发金七月份的获利 是有史以来单月赚最多钱的一个月 你看在六月份的时候 开发金是0.98 到了七月份 直接冲到1.46 哇 真恐怖 速度很快 那你把星光金跟开发金 跟后面这些获利比它差的 你看星光金 10.5 10.6 赚了1.5 比什么第一金 兆丰金 华南金 台新金 获利都还得更好 你看股价都26 27 那股价才10块钱而已 就算离破掉了 所以你去比较看看 你可以看到很多 让你能够安心投资 赚大钱的标的 那开发金也是啊 开发金紧到第七名 前七个月 1.46 1.46 你看比第一金的1.22好 第一金都有26块钱 永丰金都有26块钱 华南金都有27块钱 都比它价格贵了10块钱 所以除了富邦金 国泰金 这是前段班 两个最优秀的 再来 严重低估的 星光金 开发金 也是个很好机会点 也是个很好机会点 今天新光金 成交量 上市贵第一名 今天新光金的成交量 31万5000张 上市贵第一名 那第一名的成交量 今天涨幅不够大 因为今天 增资股上市 增资股的利润 大概有快20%的利润 所以有抽签到的 或者参加增资的 拿到新股 贪两身 有的人就没了 问题你卖出来 那被谁买走 对不对 你看新光金 融券高达7万1000张 目前上市贵 空单最多的一家公司 10块钱而已 你空它干嘛呢 对不对 你要空 空那种100块1000块的 还有话说嘛 10块钱你在空干嘛 当然有个可能 现金增资用融券锁单 我这个可能 因为现增利润有两成 有些人不赌行情 我两成利润锁定住了 够了 所以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 两日之内 融券要大幅瘦身 可是如果两天后 融券还是5万张以上 那真的是放空的话 这后边就怕人了 10块钱的股票 如果真的被放空的话 后面会不会有 搁空的行情 所以这两天 星光金的融券 会不会大幅的修正 要注意 每股净值16块半 碳两个 碳两块钱 来16块 也合理嘛 对不对 也合理嘛 所以星光金 当然我们很早就买了 我们8块年8块上的开支付了 你们都知道 你有跟着我一起 从8块多 开始一路买上来的 立于不败之地了 不怕他 我们结束再拔下去 继续赌下去 哪天真的来16块钱的时候 我们就赚翻了 我们就赚一倍了 开发金也是一样 这个价格也是够低 外资最近也一直在加码开发金 外资也继续在加码开发金 那润泰权 今天也不错 润泰权今天涨了2块钱 你把它还原全息 因为这里面有2块半的除息 你把全息还原之后 全息还原之后 80块啦 就又回到高档区了 对大盘 跌了4000点 大盘跌了4700点 润泰权完全不受影响 完全不受影响 还原全息回去 就在80块钱 最远的高档 所以大盘涨跌 其实个股不见得 会跟大家同步 你要去找 能够让你安全安心的投资 开心赚大钱的机会 找不到就找人的宴 找不到就找零的宴 你看我们润泰权 我们就早就开始讲啊 对不对 我们60块钱就在买了 60块钱就在买了 66块钱又加嘛 财报 男生的时候财报一发布 穿得80几块去 润泰权今年一股14块钱 应该是机会很大 这个礼拜半年报会发布 我估计应该8块钱以上 到时候发布8块钱以上 会不会再冲出去 净值96 今年如果赚个14块钱 就算来96 本一笔也不过才8倍 7倍而已 是不是 所以还有很多安全的机会 你要找赚大钱价格很便宜的 除了电子股以外 传统产业也蛮多的啊 今天航运股表现不错 今天从长龙大涨4% 扬明扬明货柜 在上个礼拜五礼拜六 在宁波那边爆炸 结果股价一点影响都没有 今天扬明也涨4.4% 万海今天涨6.8% 七月营收海运都交出不错的成绩 七月营收海运都交出不错的成绩 万海年征144% 扬明年征122% 长龙年征132% 那空运也很亮丽 今天空运的部分 长龙航今天也涨了3.6% 也没输啦 长龙航不输海运的 你看长龙航 七月营收198亿 再创历史新高 连续两个月 海运没创新高喔 空运创新高两个月 我跟你讲 八月营收铁定在创新高 那九月可能会比较差一点 因为暑假结束了嘛 该旅游的也旅游完了 所以载客的部分会下修 可是货运的部分会上来 会有所抵消 可是每年九月份的营收都会比八月份掉一些 那无所谓 七月八月 保值连续两个月创新高 那就连续三个月啦 上个礼拜 长龙航连第二季财报跟半年报一起发布 第二季1.44元 激增65% 你看电子股激增65%几乎很难啦 你激增了10%20%还可以 激增到65%几乎很难 长龙航办到了 写下单季的历史新高 半年报2.31元 年成长18% 也写下历年半年的最好 你知道长龙航 我看了很多法人的报告 预估今年的每股获利 大概都落在3.7 3.8 没有人喊到4块钱的 结果今年上半年就已经2.3了 第三季营运又是高峰期 所以如果假设第三季跟第二季 差不多的话 那光是前三季 搞不好都快4块钱了 是不是让所有法人跌破眼镜 所以今年长龙航每股获利 保守估计4.7 搞不好5块钱都会有 所以获利再写新高 本亿比台7倍而已 那本亿比台7倍不到6倍而已 所以长龙航 你看我之前给大家看过 5月开始投信大买长龙航 总共买了74万张 后来长龙航掉下来 投信全部套住 一样都不卖 人家买在36到38 39 买了74万张 现在还在34块半 以目前的价格 投信74万张全部套住 人家不为所动 大盘跌4000点 他一样不理他 他一样放心不怕 所以这个到时候一走起来 爱注意哦 长龙航 会不会让你跌破眼镜 爱注意哦 获利高于预期 目前还在云云旺季的时候 所以是不是还有很多 很安全的股票 群创 上礼拜我外资买了28000多张 这两天传出来 台积电可能会用200亿 来购买群创南科市场 这个比原本底标价格 整整贵了两成 那台积电愿意抢价格 未来有机会 双方在面板级散出封装 来做合作 如果未来一起合作 那群创那就不可一世了 那就不可一世了 群创接下来现金减支 8月14号 现金减支1块2 如果要能够参加的话 就跟他参加 你看今天股价才15块钱而已 账上每股净值还有26块钱 这都是很安全的股票 你不用担心指数什么2万点 2万多点 不用去走那 大盘方向没问题 深入到个股去看 从个股出发 类股会轮动 个股会轮动 管得不要去堆 我们找够的股票 如果是贪大钱的股票 这样你的操作 30% 30% 继续操作下去 如果真的找不到 就找零和宴啊 零和宴只买底部的股票 你们都知道 而且都是以基本面挂帅的 投机的我一概不碰 投机的我一概不碰 今天大盘成交量低于4000亿 再注意哦 虽然涨304点 今天上市的部分692加涨 226加跌 6成的资金在电子股 成交量3800多亿 我教过你们嘛 加权指数在2万点之上 至少要有4000亿的攻击量 如果低于4000亿 代表追加动能不够 盘很容易掉下来 你看这一波大盘的上涨 这几天下来 这越涨量越少 上个礼拜至少都还4000亿以上 今天剩下3800亿 所以这行星很容易 短信再蹲下来 那蹲下来好不好 蹲下来好啊 你这里没有买 甚至是杀低的 接下来如果蹲下来 你要敢减 当然要不要丢还可以 要买对才可以 早7月营收创新高 半年报创新高 股价修正4到6个月的 低档你要敢买 赢在起跑点 你要赚30% 50%才会容易 台光店我谈了很久了 说三四个月啊 也是上市会唯一一家 7个月有6个月营收历史新高 对半年报 成长189% 第二季成长143% 跟我预估的都一样 业绩大翻倍 那业绩大翻倍 重点是股价做过大修正 我们前一波360买 涨上来500卖了一次 你们都知道啊对不对 下来你们不敢买 我们420接了回来 420接了回来间 台光店 445啊 446块半啊 是不是又赚了快30块钱了 目前法人给台光店的目标价 没有低于600块的 没有低于600块的 法人给台光店的目标价 全部都在600块钱之上 全部都在600块钱之上 但我也不是说 外资有多厉害 参考看看嘛 我们评估看看到底合理不合理嘛 那外资都喊到600多 那我们跟他打个折 对现在400来到600多 要那50%的日纯呢 那我们打个折 30%总是安心的嘛 是不是 所以台光店有下来都是好机会 我专门锁定这种长期爆发性强的 股价在底部的 我想要做这个 一天一个便当 是不是很安心的 对不对 我带你进行会带你出 金像店也是很优秀 7月营收历史新高 第二季成长86% 半年报成长119% 我跳的股票是不是都中的 营收也创新高 获利也翻倍 然后股价经过大调整 这种机会只要被我逮到 我不会让会员错过 我们第一次188买 涨到233 拉回来208又买 大盘已经开始跌了 它又创高 我们228卖了一次 拉回来210块钱买回来 210块钱买回来 这种价格都很便宜啊 目前价格在207 这个都是在足底的股票 这都是足底的股票 随时都会有冲出去的机会 法人给的目标价也蛮高的 外资目标价都已经喊到340元了 现在才207 喊到340元70%呢 我也不是说外资讲的一定对 外资目标有70%的空间 那少说30%总是安全嘛 对不对 所以用心去找 这个地方还有很多 我说能够让你赚30%的利润的机会 你只要坚持我教你的方法 宁缺勿滥啦 找不继续找 找到标的出现为止 不然找零和验最快 找零和验最快 你看今年业绩最好的 无程式 雅翔翻倍的营收 股价也是经过大调整 我们从213开始买的 那这次涨上来 再做第二次落底 这个走势很规律啊 20天double40天 又是20天21天 完全在走20天的倍数 领先下跌4个月 领先落底 领先下跌 领先盘底 领先性的多头开始 对 今天雅翔涨了4% 再获利的部分 也是大幅成长 第二季成长123% 半年报成长149% 是不是都是这样标的 获利翻倍 股价经过大调整 行情只要一发动 那个30% 50%都很快 30% 50%都很快 你要找这种的 已经拨4个6个 业绩反而大好的 早中股票 未来两天如果蹲下来 赶快下去买 你看我们上礼拜二买玉金光 435元 买瑞顶320元 技嘉买220元 称低的时候买 买玉金光 435元 玉金光今天510元 今天玉金光510元 今天玉金光508元 最高511元 我们上礼拜435元 一张70元 一张7万元 10张70万 10张70万 是不是经过大调整修正了 而且今年业绩特别好 前7个月成长53% 7月营收月增46% 今年第一季 第一季的EPS 9.6元 成长358% 有什么 以前它只靠 苹果手机的镜头 今年连VR头盔的镜头 都订单下来了 所以第一季 第二季的业绩 已经翻倍了 第三季 苹果手机镜头再下来 今年一股上看40块钱 所以玉金光 今年靠着VR头盔 业绩大翻身 靠着VR头盔 业绩大翻身 每年789 这三个月是营运 充最强的时候 今年每股获利 上看40块钱 以前一股都20几块钱而已 今年VR头盔的贡献 一股上看40块钱 那股价680 跌到400多 当然是好机会嘛 对不对 所以当中锅票有苦来 你都要好好掌握 瑞顶我们320买的 今天瑞顶在349 那贪20几块啊 为什么买瑞顶 第二季成长40% 半年报成长94% 股价560跌到320 获利几乎快翻倍了 今年一股赚了快30块钱 股价500跌到320 当然要不要买多啊 当然一样是面板驱动IC 一样是面板驱动IC 你看连勇 连勇间股价525 联勇半年报赚16块8 瑞顶半年报赚15块钱 一个赚16块 一个赚15块 差一块钱而已啊 价格差多少 一个344 一个525 价格差了180块钱 EPS差一块钱而已 价格差180块钱 那瑞顶以后 有没有机会去追加补涨 对 有没有机会去追加补涨 对 两个Gate已经差了追掉 所以你用心去找从半年报 从7月的营收 你可以找到很多好的投资机会 技嘉 我们220买的 今天最高239 技嘉的营收 这个大家应该都看到 也不用我再多说 每个月都是倍数成长 每个月都是倍数成长 那股价这一次 跌得也够深了 从1月跌到现在 从2月的395 394 跌到现在的220块 大盘没跌它已经先跌了 大盘在涨它已经先跌了 可是业绩却是一倍一倍一倍一直成长 我们要找到找这种 如果把时间周期给算进去 找好的时间点 你看它每个波段大概都是24天25天 那这一次26的double52 已经领先下跌6个月了 所以技嘉如果没有错的话 这个礼拜会出现反转讯号 时间点就跌价 到时候反转一确认之后 又是一个26天的开始 你要勇于低档机会来 要勇于进场 你就比别人成功了 不要等到行情大涨之后 然后又跟着大家一起去追高 那你永远赚不了大钱 所以养成埋底部的好习惯 掌握基本面深入的研究 你看外资都已经喊到449 现在才在230而已 外资喊到449 那你不要说外资说的准不准 外资看一倍的利润 那我们看30%总是保守吧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 你要趁这两天有蹲下来的时候 要好好掌握 我知道每次行情一跌 大概就六神无阻 原本兴致勃勃 行情一跌又归缩回去了 那我今天带着你坐 在机会来的时候 我们勇于进场 来到好机会之后 胜利就到我们家 赚大钱就是我们的机会 一天一天 我们的负责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胜利 本公司以往节绩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介于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嫌平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中学超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订阅理财做官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哦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优优独立